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神灯秀 本期盘点由网络主播演唱的超级好听的五首歌曲 No.1 童话阵 这首歌是由竹军作词《暗杠》演唱 2016年9月28日 都与女主播陈一芳儿受邀献身 童话阵女生版成功进军音乐圈 艺术童话阵包含了对美好童话的思考 和残酷现实的隐喻 旋律悠扬动人 歌声细腻引人入胜 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阵里几菜的河 沾染魔法的怪肠 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 川流不信扬起水 花又卷入一连时光如水 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 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No.2我们不一样 默默发起的默默音乐计划中 主播大壮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成为了此项音乐计划的受益人 而制作人正是高进 这首歌老少皆宜 男女通吃 一时间就像着了魔似的 大家小象都想起了我们不一样 更努力 只为了 我们想要的明天 好好的 这份情 好好珍惜 我们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 等你 No.3勉为其难 又是金牌制作人高进作词作曲 YY主播王勉演唱一首歌曲 他用最真诚的声音 来诠释爱情中的抉择 没有声嘶利己的呐喊 也没有哗众取闯的歌词 有的也只是一颗曾经爱过的心 No.4差一步 凭借我们不一样迅速成为 华语人气歌手的大壮 这次又跟高进合作的差一步 没有矫情冗长的情感铺垫 开口就是毒鸡汤的醍醐灌顶 说不清的情 道不明的爱 也就只当着遗憾 只是差了一步 在不经历间 挑战了对方一线 差一步 没难 就牵着手走散 差一步掉进深渊 无法生还 不甘愿人生苦短 可谁都不是神仙 差一步来晚 就更换了床单 差一步为你挥霍所有温暖 No.5 薄熙少女 靠翻唱走红的斗鱼女主播冯提莫 在2018年2月18日发行了单曲 冯提莫在这首歌中 表现的是如此的清新脱俗 很多粉丝也纷纷刷屏 表达对冯提莫的喜欢 实于颜值 献于才华 终于人品 吃于歌声 你说你喜欢三地戏 而我多了一个G 就像A.O.O.B.E. 去掉一半变罗里 我在默默等着你 哪怕终年未期 我的爱不过气 你说爱喜欢谁便宜 忘记爱少了经历 遇知了所有运气 换一次概率拉低 伪装的不在意 哦 假装很可惜 最定义的甜蜜 红尘滚滚不要着急 出门带一杯勾起 人生苦断迟早如意 干杯吧为了友谊